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每天凌晨一点钟 准时收看关键下一秒的节目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下跌15点 来到8888点 成交量的一个部分 是来到799亿元的一个成交量能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台北股市过去两天涨了276点 但今天一看到这个行情压回 尤其是盘中 还一度下跌到60点的一个状况底下 观众朋友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又开始怀疑 老师这个行情会不会只是反弹而已 夏老师告诉各位 基本上你要回答这样子一个问题 你要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做出发 为什么 我这个地方告诉各位 我认为回升它不仅仅只是反弹 事实上它是一个回升的一个机率 其实非常大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道琼工业指数的一个K线图 当然你可以知道说这个高点 17,350点 是它的一个历史新高点 但是这一波的一个起跌点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起跌点在10月9号 也就是我们放假的那个晚上 当时美国股市呈现大跌之后 这一波先压回到15,855点的一个位置 但是来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同时 观众朋友 你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高点 到昨天美国股市的高点 它已经回到当初起跌点之前的一个位置了 那同样的一个逻辑 观众朋友 如果说这一波台北股市 回到原本起跌点的一个位置 观众朋友你觉得应该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在 当初这样子大概9100多点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嘛 对不对 而如果能够台北股市 能够回到这个9100点的一个位置 它就告诉你台北股市 100%走的叫做回升行情 你说老师怎么那么有把握 我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说这个地方 国际股市的一个部分 我想这个技术面 观众朋友 我应该不用去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嘛 你有学过这个所谓 形态学的观众朋友 你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叫做V型反转 对不对 那现在我是这个地方要问各位 原则上你如果有学过这些所谓技术分析的话 你会知道说在底部 它其实有几种的一个形态 但什么时间点 它会走到V型反转的格局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V字型吗 什么时候会走到V型反转的格局 很简单嘛 一定是行情最强势的时候 它才会走到一个 所谓叫做V型反转的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如果不是这么强势的一个行情 它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打第二只脚 或者是打出三重底 再往上去做一个攻击的一个动作 这个不就是谢老师跟大家所提到的 当这个行情在 这样子的V型反转的一个架构底下 这个代表美国股市 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 它是非常强势的嘛 对不对 所以既然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格局 这代表什么东西 这代表说美国股市 现阶段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强势 要往上攻高的一个状况 而我也告诉各位 我说唯有国际股市的一个趋势 它才是真正行情的一个趋势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里面 谢老师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或许你现阶段会很没有信心 但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对于观众朋友来讲 后续的一个行情会非常非常好 会涨到你不可置信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观众朋友 你反而要好好把握这一波布局的一个机会 所以过去这几天 谢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 我的一个多头大军召集令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原本168个名额到今天为止 它已经剩下163个名额 这样子的机会 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好好把握 我刚刚提到 或许你对于现阶段 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其实你还会有疑虑对不对 但谢老师为什么说这个行情 美国股市走B型反转 台北股市会走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行情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其实你可以去想一个问题 在最近期来讲美国股市 有两档非常重要的股票 创下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置 你说是哪两档股票 刚好一档股票开头叫做A 一档股票开头叫做B 这个都不是特别设计的啦 但是它真的是走出这样的架构嘛 对不对 一档股票叫做苹果电脑 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里面 它的股价是创下了一个 历史新高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高点已经来到107.37元 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 对不对 然后还包括什么东西 包括了像是阿里巴巴 所以我现在跟你提的是 代表美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企业 跟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阿里巴巴为什么能够代表中国 因为马云是现在中国的一个首富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底下 阿里巴巴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 股价来到100.67元 是IPO以来的新高点 所以这代表什么东西 台北股市应该这样讲 台湾的一个经济市场 对于美国的出口 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为什么苹果能够创新高 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创新高 不就是反应接下来 不论是美国市场也好 不论是中国市场也好 所谓的一个购物忘记吗 光棍节感恩节圣诞节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的股价才能够创下新高 对不对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台湾对于美国的出口 这么样的比重来的那么重 对于中国的出口比重来的这么重 那你说台北股市 会不会受惠于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谢老师要特别提出多单 多头大军的一个召集令 我想观众朋友 你应该都还有印象 当初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在全市场都看坏的时候 当全市场都告诉你 这个行情要崩盘的时候 是只有谁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 谢老师这个地方向空头宣战 不就是我吗 对不对 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敢向空头宣战 观众朋友 你看到了 这个叫做实力的一个展现 当谢老师向空头宣战之后 这个行情 一路从85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涨到最高点叫8903点 涨了将近400点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谢老师向空头宣战 这个地方股市就会涨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这个绝对不是偶然 绝对不是侥幸 不是刚好谢老师办演讲会那天 刚好是最低点 是因为谢老师知道这一天会出现最低点 所以在那天办演讲会嘛 对不对 所以隔天我跟大家提到 你看8512跟8501点 也不过就差11点的空间 谁敢在节目当中告诉你 这个地方谢老师向空头宣战 谁敢告诉你说这个行情不会再破底 我相信没有人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如果接下来你要做多的 你认为谢老师跟讲的很有道理的 你要偏多操作的一个观众朋友 你应该要跟谁做 谢老师讲过啊如果说现阶段 你周遭的一个亲朋好友 还有人在做一个放空的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要记得提醒他 提醒他什么 不要跟谢老师对坐 因为你一定会做错方向 谢老师讲说这个地方 我敢向空头宣战 我敢发出所谓的一个多头大军召集令 我就有把握告诉你说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台北股市会持续往上去创新高 既然指数的部分 我能够看得那么精确 代表什么 代表个股的部分 我当然也能够帮大家掌握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我昨天提到 如果你现阶段有资金的 或者是你参加我们多头大军召集令的观众朋友 我带你去买哪一档股票 你心中有数嘛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 你先不要跟人家讲 我们等两根涨停板之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提 我们再来跟大家公开 我昨天提到 我说苹果股价创立写性高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是延续性的一个概念 我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跟大家提的一档股票 叫做苹果概念股 你说老师 苹果概念股 这还需要你讲 观众朋友 我跟你打包票 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一档股票是苹果概念股 因为你想到的都是2000多块的大力光 想到将近100块的鸿海 200多块的可乘 你想到的都是这些股票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 现阶段你即便认同夏老师跟你讲说 这个行情不会跌 我相信这些高价股你也不敢买 为什么 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你现在怕行情的波动 一波动你会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夏老师在昨天 我也能够体恤大家的心情 所以我在昨天 我特别帮大家找了一档 低价的一个苹果概念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股价 你看你昨天加入会员 或者是前天加入会员 夏老师的多头大军召集力 一出来之后 我带你做这档股票 你看到今天的K线走成是这样子 你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赚到钱 那夏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于说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我讲过 这个股票你不会想到 它是苹果概念股 而且这一档股票 它的股价其实不到20块 你说老师 这个应该属于投机股吧 观众朋友 我告诉各位 它这一档股票 一般来讲 市场会把它称之为叫 红家军 哪个红 红海的红嘛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它不是你所想象中 那种非常投机的股票 但是它有没有标股的一个特质 我告诉各位 绝对有 为什么 因为除了说 它旗下100%持股的子公司 是香港最大苹果通路商之外 另外它的老板 另外一家公司 同一个老板的另外一家公司 它也是台湾最大的苹果通路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说 我说这家公司叫做红家军 你知道了吧 对不对 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当然中国在10月17号才开始开卖 那你想先拿到苹果手机的怎么办 去香港买啊 要不然你还能够去哪里买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9月份的营收 你告诉谢老师 苹果什么时候开卖 9月中嘛 对不对 结果在9月中的一个 开卖的一个状况底下 它的营收却可以比8月份 大幅成长 149倍就是1.49倍的一个概念嘛 然后呢 10月份的一个部分 预估还可以成长6成 所以谢老师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你脚步要快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已经 你看到节目的时候 已经是10月31号了 然后过一个礼拜 已经是11月3号了 那个营收马上就要公布了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你不好好把握这样子布局的机会 那你当然会错过这样子一个行情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告诉 我也在这个地方告诉所有的 这里几天加入的一个会员朋友 你不要跟人家讲说 这档股票是什么股票啦 两根涨停板之后 我们再来公开这档个股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如果说苹果 iPhone 6 我想这个东西不用我讲 你都知道 它是这个市场 应该说苹果推出iPhone以来 最畅销的一款手机的一个状况底下 观众朋友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 随着手机的热销 你觉得股价该不该随之去做一个水涨船高 那水涨船高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啊 它现在它当初的高点在这里啊 这就是最近期的高点啊 然后结果现在股价在这里啊 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随着这个手机的一个出货 然后能够这个营收大幅度的成长 你觉得这一波行情往上涨 涨到创新高 观众朋友你可以赚多少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我会觉得这样子操作起来很可惜啦 你不要等到那个行情 都已经涨到一波幅度了 涨两根停板三根停板的时候 你才来问谢老师说 谢老师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做多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错过那个最佳的一个布局点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我希望这样的观众 这样的这样的股票 观众朋友你可以好好把握 但在进广告之前呢 谢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先跟大家提 我们在11月1号起 我们会新增一个节目时段 每周一到每周日 就是每天 从11点到11点半 晚上的一个部分 在银家财经台 我们会新增一个节目时段 那为什么要新增这个节目时段 因为有很多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跟谢老师说 老师你的节目凌晨一点 真的太晚了啦 那我想要看你节目 但是我又真的好累喔 怎么办 那我谢老师就把节目 稍微提前一点 那这样子的 这个凌晨一点 你看到的节目 大概会到11月中旬 然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频道 持续为大家服务 那当然如果早上9点钟 你可以看电视的 谢老师在中华财经台 也帮大家去做一个 即时行情的一个分析跟节盘嘛 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 为了庆祝 谢老师的一个新节目开播 这一档股票 就是我送给大家 最好的一个节目的 新节目的一个贺礼 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我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好好把握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再来跟大家做提醒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 值得你特别留意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表演 但其实 我更热爱运动 教育部体育署 宪政大力提倡 全民运动 并积极推动各项 变明政策与设施 限制相政球类竞赛 让你做些运动 免费体制能检测服务 让你注意体制能状况 9月9号 全台公共运动设施 免费提供民众使用 运动99 健康99 体育署邀你一起来运动 掌握关键短折 更像资金多寡 你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你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贸包 为了您先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掌握关键短折 更像资金多寡 你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你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有限 02-8101-0600 02-8101-0600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是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所以在最近期来讲 这个行情从低点谈起来 将近400点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会有很多分析师 叫你换股跟着他做一档标股 帮助你反败为胜 我相信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听很多 但谢老师其实也告诉各位 当然这样子的讲法 你不能够说他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如果前面 他行情也看不准 个股也看不准 然后只翘你一直砍股票 去换他的股票 观众朋友 你觉得他股票会准吗 那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我昨天我也跟大家提到 我说即便你现在你的参加意愿 没有很浓厚 我觉得也可以接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说过 身为一个分析师 重要的是帮观众朋友 解决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在昨天 我跟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我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手中有套牢持股 一定有嘛 要不然你也不会看节目 对不对 有套牢持股 然后你手中还有现金的 你现在应该怎么做 你要做的动作叫做 加码你现阶段手中套牢的持股 我有没有这样子讲 当然有嘛 对不对 我想这个东西 不用再放VCR了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说谢老师讲的对不对 能不能够解决你手中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档一档看 昨天我跟大家提到溢加 对不对 当时我是不是提到说 那个行情还会继续涨 台北股市还会继续涨 如果你套牢在这样的股票里面 你买这里你买这里你买这里 都无所谓 重点你要怎么解决啊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我提到 你就加码你手中套牢的一个持股 结果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 今天开盘32块 我先不要讲那个买在最低点 因为你也不可能买在最低点 不要杀在最低点就不错了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但今天这档股票成交19687张 难道都是这两天买的获利了结出吗 当然不是嘛 很多人的股票是砍在今天的32块 砍在今天的31块4 但是如果你有看谢老师的节目 我告诉你刀下留人 我告诉你说这个地方 你要加码你手中套牢的持股 你才能够解决你手中的问题 我是这样讲的没错吧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32块 开盘价32块 收盘价32.95 不用算那个最高点最低点 然后你可以赚多少 我真的没有意义啦 你光看这个部分 32块到32.95 能不能够帮助你少亏一点 帮助你少亏一点 你说老师也不过就少亏一点啊 没有办法啊 你现在才从加护病房刚推出来 你现在只能吃稀饭 没有办法给你补药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看到这样的股票是这样子 能不能够帮助你少亏一点 我相信可以嘛 但是你是被动的 等待那股票弹起来 我今天少赔0.95元 不是嘛对不对 你今天做的动作是在于你低档有做加码 你上来 你赚了这0.95元 你心情也会好一点嘛对不对 而且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现在套牢的状况 不是吗 好那这是一档股票 包括我昨天跟大家所提到的 5478的置冠 我有没有讲这档股票 有嘛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道理 今天开盘76块6 收盘价多少钱 不要讲那高点80.5 我觉得没意义啦 76块6到79 这是几块钱的价差 这是2块4的价差 对不对 所以你不论你当初你买在哪里 你是不是就可以少赔2块4 如果你加码张数还更多一点 你甚至可以把你那个少赔的部分 可以持续扩大嘛对不对 那包括我昨天举例的 一位何先生打电话来嘛 我请拉在150块 我说这个股票 就属于我跟大家所提到的 这个地方刀下流人的股票 TPK就是一档 很多外资很多法人 在法术会开完之后不看好啊 你光看那些研究报告 你就吓死啦对不对 但夏老师为什么敢跟你讲这样的话 第一个苹果还在创新高 第二个跌到这个地方 行情还会继续涨 所以你这个地方砍股票 一定是错的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情形 你看这档股票 他买150啦 原本套在180啦 一样的张数今天股价已经来多少 今天股价已经来到175了 你说上面赔5块 10张赔5块 下面10张赚25块 你说会不会赚钱 会不会帮你解套 当然会嘛 即便你昨天才看夏老师的节目 你昨天才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开盘168块半 到今天175 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能不能够帮助你减少亏损 当然可以啊 所以你说夏老师的股票有没有看错 当然没有看错嘛对不对 股票没有看错 行情有没有看错 那夏老师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啊 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告诉大家 向空头宣战 市场上敢讲这个话的人很少啦 大家都见风转舵嘛 见长缩涨 见谍缩涟嘛 只有夏老师敢跟你说这个地方向空头宣战嘛 我告诉你不会有低点 新低量不会有新低价 你听进去了没有 一定没有啊 要不然你现在你也不会头发梦在笑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 行情它会超出你的想象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超强势 它在走的叫做V型反转 台湾最大的两个出口的国家 一个叫做美国 一个叫做中国 代表性的个股 苹果 阿里巴巴 这个地方股价都在创新高 你觉得这样子的行情 难道你真的要看得很保守吗 所以我再一次我跟大家强调 我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认识的这个朋友 一样在做股票 这个地方对行情看得比较保守的 你要提醒他 你要善尽你朋友的义务 什么意思 你叫他不要跟夏老师对错 因为他会做错 好不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个股 供大家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动作 例如说 我昨天跟大家所提到的 这一档低价的苹果概念股 不到20块 绝对人人都可以买得起 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除了旗下的100%持股公司 是香港最大苹果通路商之外 这一家公司的老板 他同时也是国内最大苹果通路商的一个老板 所以你要查其实很容易查到 但是你查到 观众朋友你真的知道这两股票怎么做吗 我只告诉各位 这两股票你看到今天 我昨天讲的时候在这里 今天讲的时候在这里 那你到今天 这个高点在这个地方 随着iPhone 6的出货量持续扩大 股价随着这样的一个出货量扩大往上攻击 你觉得这一波到高点这一波你可以赚多少 能不能够解决你手中的问题 所以谢老师告诉各位说 这个地方其实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行情不好啦 其实行情这个地方 正刚刚正开始往上好转的过程里面 你要跟着谁 才能够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快速的反败为胜 一定是跟着全市场 唯一赶向空头宣战的分析师嘛 这个地方谢老师要带你一举击溃 整个空军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样子的多头大军召集令 到今天只剩下163个名额 我希望观众朋友 你可以好好来做把握 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只有晶片护照 享有140国籍地区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看哦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六个月哦 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掌握关键转折 看上资金多寡 您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您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资报 为了您先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掌握关键转折 更胜资金多寡 您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您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03-0600 ra sı 是 每一身小色 对 5